嘿嘿,大家好,欢迎收看牛夫校会给我带来的游戏识况解说 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叫Low Resolutions 这个名字我真的是看不懂 它是什么,低分辨率 因为我看这个游戏的介绍 它是要玩家做各种黑暗,非常黑暗艰难的抉择 这种游戏像我这种 黑暗的就是它题材比较另类,对吧 听上去很有趣,我就来玩了 但是我就想不通为什么叫低分辨率 你这个游戏画面也没什么低分辨率 可能有什么寓意在里面 我吃了没文化的亏 那咱们就进去玩玩看,到底怎么个抉择 我是从一个房间里醒过来吗 欢迎你,我们再做一些测试 请你抬头看天花板 好,谢谢你,现在看地板 你当我是傻吗 把我当动物在测试吗 他现在叫我跑到前面踩在这个板上面 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他有个倒计时 他说这个东西满了,门就会开了 门开了,现在我们可以去下一个区域了 走走走走 哎呦,这里有两个弹 他说你选择对了呢,你就可以离开了 这种游戏就是套路你的,选哪个都是一样我跟你说 男左女右 这两个弹也没什么区别啊,对吧 我跟你说绝对是一样的 门后的世界不会因为你踩了哪个板而进行这个改变的 地球不会因为少了你而不赚的 这是大自然的真理 谢谢你 这个抉择已经完成了 你可以离开了 我们在往地下走 应该是一个秘密实验基地 被抓过来 是什么玩意 这人叫Alex 他说快放我出去 我们这个进行的这个路线上 他有个板在里面 你看 我必须要放他出去 我不放你出去 你自己踩这个板 让我过去行不行 Alex 我跟你说啊 我是人类的财富 我是一名科学家 我的生命比你珍贵 哎 哎呀 哎我不是过 Alex 你看我好不好 你看我好不好 生命比你珍贵都放你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我在这待了多久了 我都忘记我怎么过来的了 你也是被抓进来的呗 那那还是我 要我踩了 这个这个人为什么不自己动手 对吧 伸手挡 真是 这个踩板是伸脚挡了 他一会儿你别跟过来 板是我踩的 我自己走 拒绝伸脚挡 你不许跟过来啊 我走了 我走了 再见 再见 快关门 快关门 旁白你看到吗 有人要逃了 快关门 哎 那也好 人家这孤独的旅程有个队友 对吧 哦哦 哎 这个Alex 会不会可能是最终大boss 这都是这种套路嘛 哎对吧 游戏啊电影啊电视剧都是这样 这是什么玩意儿 什么都绿色的这个游戏 救妈妈 救孩子 什么意思啊 救妈妈救孩子 你难产了吗 玛丽怀孕了 她的孩子呢 要生出来 但是玛丽难产了 现在必须果然是这种抉择 到底是保母还是保子 现在我们现代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但是以前古代的时候 这个医学不发达 经常遇到这种难题的学者 学者是什么鬼 抉择 啊到底保母亲 还是保孩子呢 如果保孩子 母亲就死了 保母亲 孩子就没有了 移民换移民 Alex啊 你说应该 你过来 你过来 你说应该救谁 你说应该救谁啊 救母亲 啊 这是你选的啊 不是我选的 不关我事情啊 这锅子你得背 好的 这 这为什么我要选这个 不是 为什么Alex要选这个呢 是因为 这个 这个母亲生下来的孩子啊 这是 是这个恶魔 是恶魔 恶魔不能降临世间 对不对 为了世界的和平 所以这个Alex选了这个 选好了 医院已经受到通知了 what 这太阴损了 你 原来我们的选择会影响到这个游戏里的外界啊 刚刚医院受到通知了 这个孩子没有了 玛丽保住了 感觉我们这个游戏主角就是背锅侠 review the truth 揭示真相 protect patient's privacy 保护病人的隐私 什么意思啊 你来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啊 choice must be should the doctor tell their friends or should they keep their patient's privacy 哦 有一个病人啊 他生了一个比较重的病啊 类似于绝症 这个医生是要保护病人隐私 不告诉他的朋友呢 还是 告诉他的朋友 那应该告诉真相啊 对吧 病你不自 怎么能行呢 对吧 肯定选这个呀 什么 等等等等 他说医生如果揭示真相的话 会坐牢 然后他还告诉我 医生上有80岁老母 下有孩子 哦 医生是必须保护病人的隐私 这是个法律是吧 保护他隐私 他也没说不治啊 对不对 也没说不治这个病啊 那就保护吧 病还是要得治的嘛 好 希望你的病完全康复 医生会根据我的指示 是做的 医生的 医生的朋友被感染了 他们 啊 医生的朋友被感染了 他们永远在一起了 你玩我呢 Alex Alex怎么办 Alex 你为什么老是让我做抉择啊 你为什么自己不去 我们两个测试人物啊 对吧 这Alex肯定有问题 肯定是幕后大boss 我跟你说 哦又来了 这抉择又要来了 又要来了 这是什么 我靠上吊的绳子 allow legislation to pass 让法案通过 我这是什么组织啊 他们都影响到法案了 政客有个孩子 15岁 是同性恋 然后政客要颁布一个法案是 是区分同性恋者的 我们是要阻止这个法案 还是通过这个法案 阻止这个法案呢 政客的孩子 就不会有事 通过这个法案 那个政客的孩子 就会被受到制裁吗 我看看 allow to be 如果通过法案 同性恋患者将不能和一些成人进行这个谈恋爱了 这个法案是谁提的 是哪个市长提的啊 垃圾 我觉得啊 应该阻止这个法案 你不都剥夺人谈恋爱的权利 阻止法案 看看他会怎么样 你的选择已经被传过去了 法案仍然通过了 这政客的孩子自杀了 我都阻止这个法案了 你 你骗我 游戏不是这样玩的 你自己破坏自己的规则吗 我害死了一个孩子 Alex 是你干的吗 我觉得不是 这好无辜啊 我已经无法想象下一关会碰到什么东西了 这什么 安乐死 绝育 全世界这个人口增长太迅速了 容大不了了 有两个选择 让一些年龄大的安乐死 或者把所有低字上的人绝育 老人安乐死 低字上的去 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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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回答我 Alex 是时候让你挺身而出了 你站上去 你站上去 是男人就站上去 难道你已经绝育了吗 我个人感觉 我个人感觉 绝育总比死掉好 虽然绝育了 生不如死 但总比 你 莫名其妙 剥夺一群人生命好 对不对 绝育吧 绝育会 将会执行 所有 至上低于90的人 都会被 绝育 我靠 我不想自宫啊 我不要 安乐死这个学生会怎么样呢 所有年龄大于60人 都会被安乐死 这个人口占全世界的15% 别别别 为了老人们的生命 我自宫 这帮人影响力真的厉害啊 这种都可以啊 全世界百分之多少人口都可以灭掉 这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啊 好了 你们等我一下啊 我现在去自宫一下 待会再过来 啊 我回来了 我们看看下一关是什么 安检 成证 实验 啥意思 又是医学的东西啊 有一个小镇的 所有人都被感染了一种未知的病毒 这个病毒呢 现在还没有确定的治愈方法 我们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把这个 镇给封锁了 或者说 研制治愈的方法 但是研制呢 需要在 人体上做实验 我知道他意思了 也就是说 你要么把这个镇里的人 让他们自生自灭 要么就是 勇于面对这个病毒 打开小镇的大门 让里面的人接受治疗 然后做实验 到你选择的时候了 Alex 我不想再做这种选择了 我不想再做这种选择了 我现在双手已经沾满了鲜血 是时候让你沾一沾了 你别懵逼的看着我 你自己站啊 这个 这个Alex一直在旁边说 为什么他要让我们做这种选择 为什么他一直在旁边这样抱怨 刚刚这个对话里面 你选择过吗 要不要脸了 诺夫 咱们还是不能见死不救啊 咱们要勇于 我们人类就是要勇于面对困难 才能不断的进步 我们不能 气这一阵的人不顾啊 这已经做出了 诶 治愈的方法解药研制完成了 但是一些实验失败的人呢 这个他们大脑遭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下辈子要 一辈子躺在床上了 好吧 这没办法吧 总得有人牺牲 但是这些选择为什么要我来做 这不公平 WTF 这里有两扇门诶 Alex 你走那扇 我走这扇 来来来来 WTF 你的朋友听不到我们的对话 现在你来选择 一个人可以走 一个人必须留下来 这黄的是开这扇门的 蓝的是开Alex那扇门的 这有什么难抉择的 死道友不死平道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哈哈哈哈 Alex 对不起 虽然Alex一直在嗶嗶 没有做事情 虽然他一直在旁边吵吵闹闹 但是 这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 Alex 你走吧 你记住 一定要揭发这个组织 为我报仇 Alex 请你永远记住我 诶 我骗你的 哈哈哈哈 我以为我自己 诶 什么鬼 不是可以取消的吗 什么 不是 我靠 喂 喂 喂 不死平道 啊 这个叫什么 这叫什么事 啊 这叫什么事 呸了夫人又折兵啊 不仅自己没出去 还像Alex 展现了我 印度的那一面 他应该不会 来救我了吧 所以说 做人啊 不能像我这样子 我们要吸取这次的教训 那今天我们这个 low resolution就挖到这了 挺有意思的一款小游戏啊 不知道如果你们遇到这些问题 会怎么选择呢 请在评论里告诉我 我想一辈子待在这个实验室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